歡迎收看全球現場深度週報 我是李小茹 這星期先來看的話題是 歐洲好不容易走出疫情 恢復經濟活動 但是全面臨天然氣價格飆漲 近五倍 導致使用天然氣發電的意大利 法國西班牙 他們的電費翻漲 創歷史新高 西班牙民眾表示 要多角的電費 相當於一個星期的伙食費 而對於中低收入的民眾來說 無疑更是雪上加霜 這一波天然氣的飆漲 其實也跟極端氣候有關係 送洗的衣物堆積如山 一人負責用壓燙機燙衣服 另一人則是用掛燙機撫平衣服折痕 為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一間乾洗店 好不容易在疫情趨緩後恢復營業 但現在又面臨電費飆漲 電費翻漲衝擊西班牙超過六成的經濟活動 其中以中小型公司影響最大 乾洗店業者稱 現在的萊克數只達疫情前的四成 錢已經賺得比以前還少 還得負擔高額電價 高電價將反映在營運成本連帶影響通貨膨脹 專家預估到了年底西班牙的通膨率恐怕會達百分之四點五 創下十年來新高中低收入戶恐被迫在填飽肚子 與用電之間做出選擇 不只西班牙電費在過去一年翻倍上漲 連德國法國明年的電價也都走向歷史高峰 至於意大利上級電費激增百分之二十 漲幅還有可能再提高 不斷飆漲的電價背後 其實是受到了天然氣短缺的影響 經濟學人分析天然氣短缺和極端氣候脫離不了關係 去年歐洲遇上寒冬供暖系統用掉大部分庫存 緊接著在亞洲今年碰上酷暑 天然氣需求大增 全球近四分之三產量輸入亞洲 另外還有中國加速經濟復蘇 用液態天然氣取代燃煤發電 導致過去一年歐洲天然氣價格飆漲約五倍 供不應求 只是開發再生能源並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能源轉型過程將伴隨著陣痛 西班牙政府介入通過緊急措施限制天然氣以外的能源公司 趁機賺取額外利潤以穩定國內電價 但這恐怕會讓私人企業不願花錢投資再生能源 進一步拖延歐盟實現綠色新政 歐洲正遭受一場歷史性的天然氣危機 眼看著冬天即將來臨 作為家庭取暖和發電主力的天然氣 短缺情況若無法緩解 這個冬天將會變得更難癌 與此同時還會拖垮歐洲經濟復蘇的腳步 公視新聞王伯恩編譯 意大利首都羅馬將要在三號四號 這兩天舉行市長選舉 從2016年以素人形象 擊敗眾多政壇老將的女市長 維吉尼亞拉吉 她尋求連任的最大阻礙 居然是野豬 你沒有聽錯 光天化日之下野豬成群結隊 逛大街妨礙交通 攻擊老弱婦孺 搶奪市民菜籃等事件 在羅馬濾見不鮮 各大黨的候選人 自然也不會放過機會 全力拿野豬這個議題 來抨擊拉吉的市政治理能力 勇猛的野豬闖入民宅 跳進私人泳池 想要塗個清涼 趕都趕不走 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成群結隊的出現在市區 大搖大擺的在馬律上 致意橫行 類似的影片 充斥意大利各大社群媒體平臺 羅馬人無奈的自嘲 說市區大馬路 是不是應該考慮 增設野豬專用道 而非單車專用道 野豬的誇張行徑 已經不僅僅是在垃圾堆 開趴而已 9月初北部郊區蒙提 瑪雷歐一所學校 家長等在校門口 準備接小孩放學 就遇到一群野豬肆無忌憚的晃蕩 五月街 羅馬外圍的小鎮佛梅洛 野豬當而皇既在超市停車場 大街提示一代代十五的婦女 以為問到野豬的事 羅馬市民就有一堆的氣 我們在城市民的城市 我們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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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不可能 不可能 我怕會走 往上爬 因為在城市 有些人的 居填 我扔了 我們在城市 我們在城市 因為昨天晚上 我姻子 我姻子 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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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豬之亂自然成了今年 羅馬市長選戰的焦點話題 在野的各黨 候選人頻頻拿街頭垃圾堆積野豬入侵 來批評質疑市長維吉尼亞拉吉的 執政能力 拉吉則把箭頭轉向中間 偏種的民主黨所掌控的拉吉澳大區 並還為此搭起了官司 農業團體指出 義大利野豬的數量約在兩百萬頭左右 拉吉澳的市區公園就聚集了五到六千頭 義大利農民每年被野豬吃掉的作物 總計而超過兩億歐元 二零二零年每四十八小時 就有一種野豬遺棄的交通事故 總計造成十六人死亡 兩百一十五人受傷 為了減少野豬的數量 拉吉澳當局二零一九年起 批准了在公園架設捕獸籠 上個月又進一步的開放特地公園 讓民眾獵捕野豬 迎來了動物權益團體的抗議 他們主張應該把抓到的野豬檢查消毒過後 運送到保護器也放 關於川普列的窗戀 consumo assolutamente da respingere, non si eviden maturano degli animali che non hanno WER opportunity, se alla base non ci fosse il problema dei rifiuti i cinghiali resterebbero dopo tre tempestati e cor icop� surveys, la soluzione è quella che dicevamo prima di combattere il problema della base. Esistono anche altre soluzioni alternative, ad esempio catturare i cinghiali anestetizzandoli 2016年代表五星运动 以清新素人的形象 击败一票政坛老将的垃圾 在四位市长候选人当中 民调位居第三 排名第一的是极右派 意大利兄弟的克里恩·米切提 其次是民主党的罗贝托高提例 预料第一回合投票 恐怕沒有候選人 可以拿到過半的選票 票數最多的兩人 將在十月十三號 進行第二輪的對決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 德國聯邦議院選舉結果出爐 這次選舉不但宣告 梅克爾十六年總理生涯即將落幕 同時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這一次德國首度選出了 跨性別國會議員 而具有移民背景的當選人 也是最多的一次 另外首都柏林則是選出了 史上第一位的女市長 不過由於德國前兩大政黨的 得票率都不到三成 無法掌控多數 未來如何組成執政聯盟 以及由誰來出任新的總理 還是充滿變數 九月二十六號舉行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結果出爐 由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以百分之二十五點七得票率 顯勝總理梅克爾所屬中間偏右的基民基社聯盟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一 除了梅克爾十六年總理生涯即將落幕 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這次選舉也增添了不少多元光譜 路透報導 綠黨兩位跨性別議員 甘瑟和以及斯拉維克 贏得國會席次 是德國首度選出跨性別議員 寫下歷史 此外還有至少三名非裔議員當選 女性和移民背景的議員當選人數也有所增加 三十六歲的社民黨新科國會議員德米爾 前往國會大樓第一天上班 他代表的是柏林辛克爾恩選區 是德國文化最多元的地方之一 有著高比例的阿拉伯裔和土耳其裔著名 他的阿公一九七零年代 從土耳其來到德國當移工 負責造訪鋪路等工作 美聯社指出 這次國會選舉有超過五百名候選人 擁有移民背景 雖然確切的結果尚未出爐 不過預計當選人數將會是史上最高 德國聯邦議院選舉制度複雜 結合直選和比例代表制的優點 選民一票投給選區內的國會議員 另一票投給支持的政黨 另外還設有必須拿下 百分之五政黨票的門檻 防止過小的政黨進入國會 導致亂象 出於選制規則 每屆的國會席次並不固定 根據美聯社 本屆即將離任的國會有七百零九席 其中五十八席 也就是百分之八點二的議員 擁有移民背景 上一屆二零一三到二零一七年 則有六百三十一席 其中只有三十七席 也就是百分之五點九的議員 擁有移民背景 儘管還不能完全反映整體人口 德國政壇的種族分布 以越來越趨向多元 另一方面柏林幫議會選舉結果 也由社民黨以百分之二十一點四的得票率 擊敗拿下百分之十八點九的綠黨 以及百分之十八點一的基民盟 這也代表社民黨候選人集費 將成為首都柏林的第一位女市長 同樣寫下歷史 由於兩大領先政黨得票率都不到三成 無法掌控多數 要如何組成執政聯盟 以及誰將成為新任總理仍充滿變數 社民黨候選人肖茲和基民機社聯盟候選人拉謝特 都想要組閣並出任總理 預計綠黨和自由民主黨將扮演關鍵少數 左右聯合政府的組成分布 外界認為協商恐怕會一路拖到耶誕節 公視新聞 林秀如編譯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後 強硬保守的作風一一回籠 人權大倒退 像是或壞情 同志連人交往都可能會變成死罪 而若是族群再次躲回黑暗當中 而國際間透過援助條件 去對人權問題施壓 確實是有部分的成果 但是境內流離失所的老弱婦孺 即將要面臨飢寒困頓的冬天 人道組織也發聲要為他們請名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東郊 規模最大的普拉查基監獄 在塔利班接管後 數千名伊斯蘭國跟蓋達組織囚犯 全都恢復自由聲 現在女子監獄裡 還關著數百名離家出走 婚外情或選擇自由恋愛的道德犯 女球穆吉達15天前 才在獄中產下女兒 穆吉達跟男友相戀兩年 懷了孕且互許終身 家人卻強行把她嫁給別人 穆吉達選擇私奔 家人向塔利班取發 最後她跟男友在喀布爾雙雙被捕坐牢 監獄裡另外還收容了一些家暴的受害者 因為塔利班已經把婦女庇護所一一關閉 這些沒錢沒地方可去的婦女 裡面坐牢也不想回到酗酒吸毒的暴力丈夫身邊 在阿富汗極度保守 且經常是部落長老說了算的社會 女性一直飽受舊時代價值的前置 塔利班回歸之後底層弱勢更難翻轉 還有一個弱勢族群是跨性別者 二十年前塔利班統治下 同性戀的下場是被石頭砸死 或倒塌牆壁壓死 就算過去西方勢力還在的時候 也仍然是犯罪行為 如今塔利班打算對同志恢復死刑 他們為了保命只能躲在家裡 二十五歲化名雅赫雅的男同志 在塔利班回國後躲了兩三個禮拜才敢出門 還是被塔利班警衛用水管殴打 痛罵他太娘 通知圈朋友人人自圍 爭相抹去所有社群網站上的生活痕跡 雅赫雅發出無數次的請求 終於獲得國際團體援助而順利撤離 心情頓時輕鬆 感覺又如球鳥獲得釋放 塔利班的人權承諾快速的開倒車 婦女事務部被裁撤 換成宗教警察執掌的勸善成惡部 政府機構沒有女職員 學校男女有別 體育活動也從此跟女性無緣 曾經在國際賽事獲獎的18歲自由車女選手 薩瓦里自行車被沒收只能在後院裡 其弟弟的車夢想一席歸零 阿富汗的人權困境持續受到國際關注 當地最大的外國援助團體之一 挪威難民理事會NRC 常年提供飲食居住跟教育等服務 最近透過自身影響力 說服塔利班原則上同意 讓女性繼續回到組織內工作 並保障她們服務區域內的 女童受教育等平權問題 在她們工作的14個省份中 大約半數都已經達成相關協議 阿富汗外匯存體被凍結 專業人員領不到薪水大量外流 社會經濟面臨崩壞 是塔利班對NRC妥協的原因之一 國際間也要求對塔利班政權的承認 或者援助 必須以人權保障作為條件 不過NRC秘書長艾基蘭警告 數百萬流離失所的百姓 很快就要面臨衣食短缺的寒冬 全國4000萬人口中半數需要援助 人道危機迫在眉睫 國際社會已經承諾 至少12億美元的人道援助 但資金到位還需要時間 艾基蘭表示 雖然當地局勢混亂 仍然有兩個正面的發展 一是各地的戰鬥已經停止 而且他也預期未來政府貪腐的情況 將會比過去減少很多 公視新聞是惠中編譯 美國與墨西哥邊界國際跨河大橋底下 聚集將近三萬人的無鎮移民降棚區 被拜登政府在兩個星期內全部清除 這些企圖以偷渡的方式實現美國夢的人 絕大多數來自海地 因為政變強政等天災人禍的折磨 再加上黑幫猖獗 經濟凋敝 促使許多海地人出走 他們跋山涉水 捆跨了拉丁美洲十個國家的旅途 對體力是極大的挑戰 還得保受盜匪 毒硝的死亡威脅 而這其中的艱險 言語恐怕也無法完全形容 哥倫比亞北上中美洲巴拿馬的必經之道 五十七萬五千公頃 未開發的沼澤與森林 所組成的達里安峽谷 被聯合國認定是全球最危險的通道之一 巴拿馬安全部的統計制 今年以來已經有六萬四千人 跨越這片叢林 當時八月份就有一萬八千人 雖說古巴委內瑞拉 甚至是遠從非洲加納而來的 無政移民都有 但總歸以海地人居多 這趟旅程除了跋山涉水的體力折磨 還有無所不在的盜匪 毒硝 虎視眈眈 從巴西出發 企圖前往美國 開創人生新天地的三十二歲 海地男子安德烈 向法新社記者吐露 他們一行人沿途遇到了三批盜匪 第一批搶走了他全部的現金 第二批搶走了當時身上 唯一值錢的物品手機 第三批再無錢財物品可搶 就當場性侵兩名年僅十一歲 與十二歲的小女孩 走出叢林巴拿馬那一頭的第一個村莊 是原始部落安貝拉人的班橋 及基土村 巴拿馬的衛生部與五國界醫生組織 在此設立了醫療站 每天平均治療將近四百人 當地人在村子裡叫賣起小生意 一份要加三美元的午餐 以兩美元的價格發送 WhatsApp簡訊 以及收取百分之二十佣金的電汇系統 要想繼續北上就得花二十五美元 搭乘獨木舟渡河 前往下一站拉哈斯布蘭卡斯 然後四十美元的巴士車資 前往哥斯大利加 穿越尼加拉瓜 宏多拉斯 瓜地馬拉墨西哥 長達兩個月的旅程 將近六千美元的代價 來到美墨格蘭德河的國際大橋 美國終於近在眼前 但理想與現實相差一大段距離 大橋下聚集將近三萬人的無鎮移民帳篷區 被拜登政府在兩個星期的時間內全部清除 國土安全部部長梅奧卡斯表示 這一波偷渡潮 有超過一萬兩千人有機會 在移民法庭獲得庇護 另外有大約八千人 自願返回墨西哥 遭遣返回海地的有兩千人 而遣返的專機 已降落泰智港機場 就有人拼了命地衝破封鎖線 企圖再度登上飛機 美國LANSAT 9號土地觀測衛星 順利升空進入繞行地球南北級的軌道 未來將會藉著不同波長的可見光 和紅外線拍攝 來進行地表植背 海平面高度的分析 5 4 3 2 1 重點燃營 然後升降 升降到Atlas 5的飛機 在LANSAT 9號土地觀測衛星 繼續進入繩子的50年紀錄 臺灣時間教師節的凌晨四點十二分 土地觀測衛星系列的第九號 從加州范登堡基地 由晴天省五號火箭載運升空 為了進入繞行地球南北級的 所謂繞集軌道 火箭升空後向南太平洋飛行 隨後會先後通過南極與北極上空 周而復始 LANSAT 9平均九十多分鐘 可以繞地球飛行一圈 並掃描所飛過的陸地與海洋 算下來大約八天 就可以把整個地球表面拍完 土地觀測衛星是美國地理研究院 USGS主管由NASA執行的計畫 第一代衛星在一九七二年升空 任務期間僅僅五年半 就受終正寢 使用的觀測儀器也只有四個波段 五十年來除了一九九三年 十月五號發射當天就夭折的第六代 其他衛星基本上壽命都越來越長 同時隨著觀測科技的進展 已經執行任務超過八年的第八代衛星 和剛剛進入地球軌道的第九代 已經具備十一個波段的觀測能力 包括前所未有的超藍波段 專門用來監測海岸線與懸浮為例 Landsat 9 will also improve monitoring of coastal waters The increased precision in data sent back from Landsat 9 will allow finer distinctions in the levels of light reflected from water making it easier to identify any pollutants that are present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the early detection of those algal blooms and their evolution much better than we could have before Similarly, the better image quality is going to help with darker vegetation 而同樣的植物覆蓋區域 要從距離地表七百公里的軌道上 分辨自然森林與農業開發 就得抽選不同波段的影像來做組合 以佛羅里達州為例 扣除沿海地區大規模的市政開發 偏向內陸的區域用藍綠紅三色組合的影像 看起來就是一片綠色和肉眼所見幾乎一致 但科學家如果要分辨不同的植物分布或是植物生長的狀況 就必須把波長較短的藍色光 換成波長較長的近紅外線 接下來的描述是 你能夠從色彩影像中的影像 從色彩影像中的影像 結果是 植物生長的增長的增長的增長 影像中的增長的增長的增長的燈光 因此地位於健康的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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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枚衛星在軌道上工作 其中第七代從一九九九年四月升空以來 服役時間將近二十二年半 NASA預計在新的衛星上線後 就將把第七代除以 維持兩枚衛星工作的狀態 當然歐洲太空總署 ESA的哨兵系列衛星 也會是Lancet合作的對象 公視新聞徐佳仁編譯 感謝您這個星期的收看 也請您繼續鎖定 明天晚上七點半 全球現場漫遊天下 我是李小如 我們明天再會 明天晚上七點半 會資格 明天晚上七點半 會議 明天晚上七點半 會議 天晚上七點半 大集團 !